好,那這裡我們用一個實際的範例來談說 一個母群未知的狀況下要怎麼進行區間估計 好,那我這裡這個範例題呢是有點類 有點像是一個實驗的一個問題 那他是假設有一個電影導演找一個心理學家來合作 想要測試,因為他大概想要拍一個創新的一種驚悚片 或恐怖片來看看說要怎麼樣拍攝的方式 讓觀眾會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情緒的體驗 那他們合作拍了一個測試的影片 然後假設觀眾第一次看過之後呢 每分鐘的心跳數會增加 那他們的這個異變相就是計算 觀眾在看影片前跟看影片後增加的這個心跳數 那他們找了10個自願測試的觀眾 然後觀影然後那個比較後測得的增加的心跳數 分別是這一些 好,然後那個我們設定alpha是.05 來看看說測試的有沒有達到測試目的 因為這個就是假設說是真的有明顯的 我們會是測試說 這裡的mu呢 這就是母母群的設定 就設定是沒有增加 也就是mu會等於0 那我們要看看說 這一個思維觀眾的平均來說 有沒有真的是比都沒有增加還明顯 好,那所以呢 用的方式就是要看看 區間估計值有沒有包含0 還是不包含0 那這個會影響到我們的結論 好,那在這裡呢 計算元素就 這裡也就很清楚 我們會知道 樣本的平均數 其實就是這10個數值的平均數 那我先幫各位同學先算一下是6.6 那這個樣本數呢 當然就是10了 那樣本的標準差呢 請注意要用那個除以分 分母是n-1的那個公式 他在這邊所得到的是2.07 那alpha我們已經知道是.05 那有了 那自由度呢 當然就是從樣本數來去知道 我們需要去估計一個估計值 那就是10-1等於9 然後t呢 就直接 我們就可以運用那個t 因為知道了自由度 也有了alpha 我們就可以知道 那個我們的t分數 對應的t分數是1.83 那 好,那有了這些呢 我們差不多可以開始要去知道 信賴區間的上下線是多少 那這個估計標準物呢 就是2.07除以那個 更號10 注意哦 標準物是那個2. 是這個樣本的標準差 除以他的樣本大小 所以呢 這樣子算出來的話呢 就是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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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 好 就是特意的四捨 五入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好 那有了這個標準物 跟這個t值 我們就可以去算 那個上線跟下線是多少 那首先0.21 乘以1.83的話呢 大 就是等於 就是等於 會等於那個 會等於那個 0.38 也就是上線的話 是6.6加0.38 而下線的話呢 是6.6-0.38 好 那這個 因為數值非常小 我覺得我就不用 直接再算出來 結果是多少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 上線跟下線 都是大於0的 所以 結論呢 我們可以 我們就可以就可以說 確實有影響 觀眾的心跳數 可能觀眾真的心跳會增加 就表示這個拍攝方法 真的有影響到 那個 呃 觀眾的身心理反應 當然這個結論 還是 蠻粗糙的 大家 各位同學 可以再去 想 再 可以 可以再去 呃 去 設計 一些 更進一步的 一些 研究 得到的資料 呢 會能 將能夠 透過這個 分析方法 能夠告訴我們 更多的 訊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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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